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我看到的一切把比利纳介绍给你们 比利纳的交通十分便利 从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乘坐高铁到这里只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比利纳已经准备好了接待中国游客 因为他们有中文的导游手册 中文的网站 还有会说中文的导游 你好 所以在比利纳 比利纳的城堡有900年的历史 这个城堡保存得非常完整 我所在的这个兵器库的地方 会举办中世纪的婚礼 有中世纪的服饰 中世纪的音乐 据说在明年的3月有一对中国的新婚夫妇 会来这里举办他们的中世纪婚礼 在西班牙有一条非常有名的葡萄酒之路 然后呢 比利纳是这一条葡萄酒之路的其中一站 这里长期有一些酒庄可以对游客开放 人们到这里除了可以观看葡萄酒的制作过程 还可以在这里品尝种类不同的一些葡萄酒 这里收藏了一个珍宝 它是由60件精气组成 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精美 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比列纳一直都是国王的一个领土 这里是圣地亚哥教堂洗礼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件雕塑 是米开朗基罗学生的作品 比列纳是一个中国的城市 这里是不同宗教的摇览 因为这里有一些基督人跟摩尔人的战争 所以在比列纳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九月份节日 是为了纪念这些战争 年的战争 我们这个摇规的地方 只要大様是一整个 Aquí 不过 strap 在这里 看到 making 我们 différents 所以说 如果我们可以就是 最重要的食材之一 然后这里的餐厅 会为我们准备 非常丰富的菜肴 有用蔬菜做的 还有肉做的 还有用米饭做的 像汤一样的东西 然后这里有一个菜 非常像中国的四喜丸子 就是这个 配依莎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 是我们比云来的特色 那它是怎么做的 这个有橄榄油 有棉 有大蒜 有盐 有水 很好吃 你要吃一下吗 你可以帮我吗 当然可以 在比列纳 人们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活 就像这一个非常美丽的 19世纪的一个剧场 它常年都会有一些 关于音乐 画剧 歌剧的一些演出 在比列纳 除了它们的城堡 还有珍堡之外 它们还有另外一个财富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雕塑家 比列纳曾经是它的故乡 那我们看到这个雕塑 是由一个熊跟一个树组成 是它为西班牙的首都 马德里所做的标志 姚段在比列纳是非常普遍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体验 过去穆斯林人们的生活 然后他们为我们准备了摩洛歌茶 和一些神奇的故事 让我们去听一听 这是西班牙 这是比列纳 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待你了 你想来吗 如果你来的话 这里会像家一样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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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六 六 六 欢迎来的 不便呢